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ya的Li 還有一個不特別的特別來賓 嗨 謝謝 謝謝 又登場 我又來了 我又來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找來了 他有粉絲 對 謝謝 好我們今天要講日本的名校 首先呢 要講一下就在東京 大家比較熟悉的學校排名 那均嶺頂點的就是東大 耶 他們兩個是很大畢業的 然後私立學校的Top是 早稻田跟慶應 慶應應該是慶應比較少一點吧 對 慶應稍好於早稻田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叫March 三月 就是有五個學校 因為他們的 英文拼音的大寫寫起來 就剛好是英文的三月 分別是美籍明治 青山學院大 然後R是立教理教 然後C是中央區落台 然後H是法政大學 所以基本上就是 東大然後早慶然後March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其他的學校 就是以關東為主 對 以關東為主的排名主要是這樣 而且你們大家有發現吧 就是因為台灣的話就是最高學股是台灣大學 對 但日本大學呢 不太細 基本上是有比較笨的 對 日本就是有流傳一個 就是說 你這個灌在大學前面的這個面積 越大 就越笨 所以你看東大啊 京大啊 就是東京跟京都 就是一個城市 就還滿聰明的 神奈川也還OK 東北大也還OK 但如果是日本大學 就真的有點小 好大 然後更糟就是 雅西亞 對 雅西亞那時候就真的不太行 所以就是跟台灣剛好是相反 我覺得他們可以去放一個世界大學 公公 那就是超蠢的感覺 真的很蠢耶 可是日本人到出社會很久之後 還是會很在意自己是哪一個學校出來的 學生會 大約大公司都一定就是 以早慶為中心 然後在外加點東大這樣 就很少遇到其實除了這三所學校以外的畢業生 但是比起來其實東大比較沒有那麼人氣吧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東大甚至溝通命力好像不是那麼好 會有那個印象 所以我記得企業最受歡迎的是早慶 對啊 有些慶應特別的受歡迎 對 就是以會不會講話 比較機靈 就是性能感覺比較就是 好像比較有社會性的感覺 而且比較現代化 對 那個中大 Machi 只位於東京及近郊的五間私立名門大學 在考大學或找工作時被廣泛使用 亦被稱為 Messary Boge 那你們覺得哪個學校帥哥比較多呢 應該是東大特別少 其他就差不多吧 對 中大真的有這麼少嗎 中大就是都穿很奇怪的衣服 但是也不是長得不好看 但是就是不打不打你 不秀蝙蝠的人比較多 應該是這樣子說 對 發言人家超好 我覺得長得不好看 我以前覺得應該會遇到 比如說因為我是唸輕盈的嘛 那這樣走在校園應該會有帥哥啊 但其實好像也還好 但只是我覺得輕盈的人比較會注重儀表啦 就是他們可能真的會 最常眉毛是修的 然後頭髮是乾淨的 日本各校是會選那個 校園美女 校園 校草跟校花的 叫做Mr或Mr 對 然後我進憲令的時候 就我記得那時候看那個候選人 我都覺得 沒有平常走在路上的人正啊 對 就是 不差 但是你不會覺得他是 自己的朋友還比較正的 對 你會覺得他是非常正 非常帥 是因為他們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社團活動 是有大社團推出來的選舉人 才會當選的一個活動 對 可是他們的Mr 就是通常都是為了要成為女子的 Ana An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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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他們為了要進電視台當主播 對 像我老公 就Eton是上智 上智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學校 對 然後他就是 女生很強勢 就是都是 歸國資女比較多嘛 然後上次 對 然後上次其實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他的Mr就是 聽說每年就是為了要 要就是選取那個女主播的候選人 所以每年都有很好的 就是什麼 Kereto de Josiasna 然後富士啊 什麼的 就是專門為了要進那個 然後進這個學校 就還蠻妙的 那有真的比較漂亮嗎 比較正 有 有 有 比較 而且比較會溝通吧 對 就是 算是社交 然後我們公司有一個Mr.Sophia 是上智的Mr.Sophia 就真的很帥 他們那種真的就是像Juno走出來 就是頭髮是抓的 那就是真的帥吧 然後 蓬鬆而靈亂 你知道嗎 就是 後來終代序 對 然後皮膚白皙 然後眼睛 就是細的 但是就是 那就很 很像 很像男模或是男模 然後他們一定很瘦 然後又穿得 很會穿 很 很 很歐俠的 然後 要站的斜斜的那種感覺 歪歪的 對 是那個 因為他進來之後 就每一個人都知道他 我是覺得 輕易比較少格子襯衫是真的 那我覺得 早到天真東山 確實有一個格子襯衫的 還有背包 撲柔衫 撲柔衫的 背包與眼鏡 背包跟格子襯衫 這有點有的 冬天就格子襯衫 夏天可能就是撲柔衫 所以 所以輕易還是比較好 輕易好像有比較好 對 好像有比較好 嗯 天 K.O.Boy 輕易男孩 只在輕易大學上學的男生 一般來說 有家教好 家產殷實的公子哥形象 你們知道有一個詞叫做找到女嗎 我小時候 就是找到點畢業的女生 然後是便宜 就是比較 不是成長的 不想要 跟他認識的女生 有這麼多 其實我還蠻多早到天的朋友的 我也是 而且我還蠻喜歡他們的 我也很喜歡 早到天的人都很隨和 對 早到天蠻隨和的 而且女生都還蠻可愛的 還OK吧 對 可是一般人 早到天的影響真的就是比較 也好像不太會打扮 然後 因為早到天是文學系 也是背包 也是背包 上前背包 又是背包 那可以跟東大 學生都是背包啊 有 然後據說 因為東京還有另外一名 也是比較少的學生 叫一橋大 一橋大也成績很好 可是一橋女好像也是別人 其實有點像政大 對 而且他以前是 我還以為這樣 算是東大分出去的吧 因為東大本身 沒有商學院 就是商學系 他們這個叫做經濟學系的 但是你要比較多範圍的商學系 後來就是變成是在一橋 所以一橋他們直接就會 可能自己跟東大合作 東外大的外語學院 分出去就是東外大 我知道 所以其實都是分出去 對 分出去 對 我好像好像都不太正 那 中陰正嗎 應該蠻多的 還好嗎 但他們好像確實就比較不會背背包 所以正妹到底都在哪裡 青山啊 Sophia有正妹 可是都很討人 就是 就是起床了 正妹就沒有念大學的吧 就ABC回來 然後一副那種就 Pay RU 什麼東西啊 沒有人戴假號啊 那個 ABC 那個是ABC 好聰明 因為就是假的ABC啊 陽峰啊 陽峰 新陽的峰 妝妝 但是就會戴大的那個墨鏡 感覺 哇靠 那幾年了 但就是外型是真的就比較 就比較現代 比較現代 因為像我前夫 他在我前面的一個女朋友 就是高中生 就是他大學生 然後他date高中生 然後他就說就是 GoGo 他就說那是連儀 所以可是他們親眼男生連儀 都不是親眼女生連儀 而是跟 就是女子大學 或者是女高中生 好聰明 對啊 所以就是一個女子大學 對 哇聰酒 只找到田在學或畢業的女大學生 一般嘲諷其不打扮 又愛喝酒等印象 也用於自嘲 那據說東大怪胎很多 後來大家慢慢跟他變熟之後 有一天就問他說 就還說 問了兩下就說 欸那個什麼什麼 菁云你是不是沒有洗澡 然後 他就說 澡是要每天洗的嗎 輕易的小學 啊幼稚園 幼稚園 最厲害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會停在內站 然後在我們家內站隔壁 他們會打招呼對不對 他們會 那個巴士門一開啊 他們就會說 空一抓 然後就進來欸 每一個人 不會有任何人沒說那句話